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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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不同 康熙來了 2000年因為拍攝手機廣告 而引起廣大注意的Makio 有著中日血統的她 外型甜美可愛 一直深受觀眾們的喜愛 而同為圈中姐妹套的吳佩慈 有著高挑完美的身材比例 外型亮眼的她 剛出道時更被封為九頭生美少女 在今天的康熙來了 小S與兩位姐妹淘相見 三人居然在現場 大爆好友們的歸宗秘密 精采內容你可千萬別錯過喔 我頭好暈喔 我覺得學習力好像重量了一樣 是啊 我才覺得我超像酒店妹的 你很像酒店妹重量當女老師的感覺 然後要去打抗日戰成場 太陽哥我後面的扣子崩開了 唉唷 我懶得幫妳扣就這樣吧 我還順便放了一個屁 妳怎麼可以撞我在後面說放屁啊 特別給妳 妳今天要 我訂一支 妳今天幹嘛穿這樣 因為今天我們有一個下午茶的主題party 妳約了哪些不良噪音 我約了台灣現在刀紅的兩位酒家女 真的不是王董跟林董 我跟你講我們分開來看都會覺得 這個女生好像氣質還滿出眾的 然後長相還算甜美 可是我們只要一合在一起 很驕傲地往前走 我跟你講就是三個酒店妹 真的 我們先讓她們出場好了好不好 我們歡迎吳沛慈跟Makio 歡迎 所以她們是妳的好友嗎 她們是我的好姐妹 是同事 在酒店的同事嗎 我們一直在江湖搭過來 兩三年之久 所以她們倆是要出來 跟妳一起在這趟散步嗎 一定要的 可不可以請兩位小姐出來一下 不能說散步 要說驕傲地往前走 妳們小包包裡面都裝了什麼 化妝品 快快快 王董已經下班了 走吧 走吧 Let's go 王董 好久不見 不用走 她們太久沒上電視了 沒有 我跟你講一起往前走 還不是最像酒店妹對不對 這是誰 這是自己的包包嗎 自己的包包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裡面不會有冰糖嗎 裡面有東西嗎 裡面有東西嗎 粉餅跟口紅 真的有東西耶 你們女生小包包裡面原來真的有裝東西 女生帶小包包非常的難過 因為妳要去斟酌說妳要帶哪一樣東西 因為包包只能塞這麼幾樣 可是只有粉餅跟口紅 就沒辣 裡面還有一本書沒看到 平常如果真的去派對 這樣還要塞什麼 手機 錢 錢 還有信用卡跟家裡鑰匙 會有別的不良用品嗎 應該就是沒有了吧 應該就是沒有了吧 有些女生可能會放檳榔跟煙啊 檳榔 好 謝謝 那馬Q呢 一樣啦 所以裡面放香蕉 這個 這個妳剛剛吳佩馳沒有喔 來把這個拿出來 馬Q怎麼戴這個啊 蛤 什麼啦 你馬Q 還是一樣 他開始跳了 沒有啦 睫毛夾啦 睫毛夾 是這樣子嗎 為什麼要戴睫毛夾 這空間很珍貴 為什麼要 很重要嗎 很重要 真的嗎 Q妳剛剛講有多重要 就是啊 睫毛夾一夾的話 眼神全部都已經活過來了 如果沒有睫毛夾的話 眼神是死掉的 沒錯 他中文表達能力還不錯 不錯 我看他帶班跟你去訪問客人說 他在30分鐘內都沒有講任何一句話 對 他最近中文稍微有進步一點 真的啊 辛苦妳囉 不會 所以妳常常穿旗袍嗎 沒有 就是 小威姐姐會約的時候 就會叫我穿一些比較特別的衣服 妳原來是妳們的發起人 沒有 因為我跟大S都覺得 如果我們要辦派對的話 就一定要認證 像這樣合格嗎 這樣合格啊 可是戴了那個塑膠手錶 那個還是要融合一點時尚 OK 可是那個 圍巾好像是地攤 不是 圍巾是地攤 沒錯 因為我們姐妹 我們姐妹喜歡辦派對 但是從來不愛慕虛榮 所以大S質問 好 佩慈的頭髮是真的嗎 是啊 真的 就整頂夾把打下來 因為其實是光頭 就平頭 這怎麼那麼像 這怎麼那麼像 公主的這種頭髮啊 是真的嗎 怎麼那麼漂亮 對啊 女明星活著要有很多技巧 你是女明星啊 她們兩個是好的派對夥伴嗎 是 好在哪裡 打扮很認真 喝酒很乾脆 喝酒很乾脆 講話有趣嗎 講話 偶爾有趣 有偶爾冷場 我們去玩的時候 通常她都會第一個開場 就是全部根本就沒有人在跳舞 她就說 走 走 然後每次都覺得很害羞 可是也不得不去 對啊 因為比如說你到了一個舞廳之後 大家就會先害羞必俗 然後場子都沒有人在跳 對 這個時候誰敢第一個踏上舞池 然後就是隨著音樂就搖擺 穿起跑不要這個樣子 然後 如果整個舞廳因為你一下場跳 然後大家就你知道 紛紛離開座位 然後就跟著你跳 所以才知道快 不同的動作 我跟你講 對啊 那一天你是全頭的腦筋問 對 所以這個需要有伴陪你才能做得出來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我教他們很多 因為像Makiel 她才剛滿二十歲 她之前不能去舞廳的 然後她有一次說 小孩子姐姐我想去舞廳 我就帶她去 然後她說怎麼辦 我去舞廳要幹嘛 我說沒有幹嘛 就是要驕傲 我覺得大家都在看你 然後從一下子我就說 快一點 驕傲 妳知道嗎 驕傲 然後在幻想 全舞廳的人都會在盯姐姐 對 Makiel 世界不是這個樣子 妳不要從小孩子姐姐的眼睛 來認識世界 當然也是要看一些書 不要亂搞 妳把她焦到 她以為誰就有美光燈打在她身上 沒有 如果妳要出去玩 妳當然態度要是驕傲的 這兩個哪一個比較有種 玩的時候 都很有種耶 我跟你講 我覺得今天比較有種的是吳佩馳 因為她的那個開叉有拉鍊 這很厲害 真的嗎 這超厲害 就是她可以開更高叉 真的耶 就如果有帥哥她就拉高 可是要先把裡面的安全褲 去翻進去一件再行 我剛剛配置她是假性感 就是她好像妳會覺得 哇 又是低胸 又是開高叉 但她其實都做好萬全的準備 她那個安全褲 其實是長大之筆 裡面有一件粉紅色的安全褲 對 是安全褲 這麼長 太長了 所以妳不要以為 妳會看到她曝光 絕對不可能 我是一個很謹慎的人 所以妳很沒種嗎 就是說在露上面 我以前都跟大S一樣 還滿沒種 我們就出門就說 怎麼這麼露 她就會很不高興 但最近比較好了 現在已經 比較舒服的 我的身體 不知道英文 我覺得應該是受到她的影響 對 因為 反正我們就問她就說 不露啊 哪裡露了 以徐希蒂為標準的話 沒有人是露的吧 沒有 因為每次我都會穿很露 他們就會說 徐希蒂你也太露了吧 我就說我身材好 為什麼不能露 然後久而久之被我 妳今天很保守耶 妳應該把這一排扣都打開 這樣扯開來 沒有 其實我背後是鏤空的 不要騙自己了 對啦 這套衣服我今天穿起來 有一點輸掉了 可是它贏在線條 妳有沒有看以前 那個古秀拍的那種電影 就是 就是 小寡婦喝醉了以後就 很熱 脖子很熱 就把扣子都解開這樣 對 有 然後勾引那個 武松啊什麼這些 有 我有注意過那個 可是我這個是假扣子 真的嗎 打不開的 真的嗎 我跟你講 我一拿到這件旗袍 就立刻試著要把它打開 結果發現 假扣子 怎麼可能是假扣子 因為這件旗袍 本來是屬於大S的 那如果妳跟男朋友吵架 會跟他們兩個人很可以講嗎 會把他們集體約到我家 然後一次講 不然要講很多次 對 一個一個講很累 那他們兩個會跟你倒垃圾嗎 就是 我倒是六個 還遇到老鼠過 陪你六個 不是很老鼠的東西 這裡面有暗語嗎 廖狗有老鼠這件事 是什麼 沒有 這真的是像妳講的那樣 我會在妳家擦什麼 兔子屎啊之類的 那一定要 妳也要 對啊 就是如果看到的話 妳們去他們家做女優還是做朋友 沒有 因為常常去他們家都是 很大 那個 皮 很大 什麼大便是不是 很多大便 那個還有 你們家怎麼回事 為什麼很多大便 因為我們家三隻狗兩隻兔子 對 然後其中一隻狗跟兩隻兔子 都會亂拉屎 對 然後 有些食物是我媽拉的 拉完拔 站在家裡客廳大臉這樣 你們發動Party的時候 有約過這種旗袍趴嗎 旗袍趴約過啦 對 有過SM趴嗎 對 姐妹淘暗中較勁比美色 女生聚在一起 難道不會比賽誰比較漂亮嗎 對 能跟我競爭的時候大意思 對 妳呢 我沒有話都一直覺得我就是一個 不是 邪心 對 是邪心 可以愛 小S姐妹淘的入門主要條件是 恐龍勿記 如果兩個女生一個漂亮一個還好 像我跟我姐的話 大家就只會覺得 這兩個女生好像還不錯 可是如果三個女生 兩個都很漂亮一個還好 大家就會覺得 天啊這三個女生都好漂亮喔 而且加上那時候我們三人組沒有配置 每次我跟大野蠍還有阿雅 所以整個水準就被我跟阿雅拉很低 阿雅整個拉低我們的水平了 是 這麼多 抗熙來了 有過SM趴嗎 有一次 有一次本來要辦SM派對 然後大家都抗議說不行不行 穿那麼LOW沒辦法出去玩 然後只有我去請去用品店買了一整套 然後那個舞方半LOW 然後就穿給他們看 他們就說虛擬太LOW了啦 我說這會LOW嗎 然後都沒有人贊成這個Party 然後就最後把他扮成那個模仿明星 然後我那一套就用來模仿瑪丹娜 妳還是要穿那一套嗎 我還是穿那一套嗎 妳本來就要LOW就對了 然後那天Party最遜的是陳建舟 因為他就穿他平常的運動服來 我們說你模仿誰啊 他說Tiger Woods 那別人真的有很 他沒有很敬業的模仿嗎 他很敬業 因為他模仿東方不敗 對 模仿東方不敗 就穿那種和服啊 對 就整個去借一整套 連帽子什麼都是很齊的 好敬業喔 對 因為如果輸的話 就立刻得乾好幾杯 所以絕對我們輸 女生聚在一起 難道不會比賽誰比較漂亮嗎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膚淺啦 有啦 背後 因為我們從小就認識 所以我覺得已經 我看他的臉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感覺 對啊 所以是我們外面的人看才算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我一怪 我就說 吳佩慈妳好漂亮喔 然後都沒有稱讚另外兩個會怎麼樣 我們就會說 等到妳走了之後 我們就會說 佩慈妳看這個人好賤喔 故意這樣不誇張 可是吳佩慈就會心裡就會想說 她真的比妳們都漂亮啊 佩慈從小就會覺得她比我漂亮啊 妳比她漂亮對不對 不是 我只能說 我們是不同類型的 佩慈在心裡自己有一個排行榜 好 就是她排第一 然後大S第二 然後我們跟我競爭的只有大S 對 妳呢 我沒有她都一直覺得我就是一個 不是美女 血腥 對 是血腥 好暖喔 好 好 妳們會約去喝下午茶嗎 會 以前會 像這種 嗯 妳們現在過去表演給我看 是對 可是我們一定要 如果現在就這樣做了嗎 不好意思我做不下去 因為衣服這個飯店 妳就把手上好了 好 這樣可以嗎 真的是她胖飽耶 這時候如果有帥哥走入這個飯店 你們會注意到她嗎 會 她沒有帥哥過耶 對啊 下午茶的時間是沒有帥哥會出現的 都是貴婦比較多 那如果有服務生長的帥 會討論一下嗎 Makia比較會講吧 我應該比較會講 我會說 欸妳看那個男生這樣好帥喔 然後他們就 有嗎 因為妳眼光真的很奇怪 對 我就會覺得 對 明明就很帥啊 都一直會跟你們這樣 對 Kill眼光真的很差對不對 還滿差 她有沒有交過什麼男友 是妳們覺得很醜的 上一個還滿帥的 對啊 其實還不錯 真的 上一個 哪一個 來過 來過康熙那個 那也滿帥的啊 那也滿帥的啊 對 那個眼光還不錯啦 吳佩慈在你們學校的時候比你們出風頭嗎 她那時候是轉學生 然後我還記得佩慈一踏進教室 然後我跟我姐就立刻 我姐就立刻說 妳看一看這裡的還滿正的 把她罵入我們旗下 然後就會 妳們是什麼玫瑰幫嗎 沒有就是如果兩個女生 一個漂亮一個還好 像我跟我姐的話 大家就只會覺得 喔這兩個女的好像還不錯 可是如果三個女生 兩個都很漂亮一個還好 大家就會覺得 天啊這三個女生都好漂亮喔 你知道水準會被拉高 而且加上那時候 我們三人組沒有配置 是我跟大爺士還有阿雅 所以整個水準就被我和阿雅拉很低 阿雅整個拉低我們的水平 大家就只會覺得 三個女生 一個好像還不錯 所以現在妳們三個這樣的組合 妳覺得水平就很高了 水平還滿高的 OK 那玩到最晚的是夜店嗎 夜店還好 以前小時候會玩比較晚 現在長大就正常 所以我們都會把 直接整個聚會移到我房間 然後大家就在我房間喝酒啊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在妳房間 為什麼不是在大S房間 我也不知道 妳房間氣憤的問題吧 對 因為大S算是比較小心翼翼的人 就稍微如果弄髒啊什麼的 他就會不高興 我房間就比較隨便 妳很覺得她 怎樣 她每次然後 喝東西啊 然後傻到她就這樣 馬Q給我擦乾淨啊 大鯊公啊 也沒有到大鯊公啦 有 馬Q妳在台灣 妳在台灣真的過著很 被欺負的日子嗎 沒有啦 他們都很疼我 真的 真的啊 妳們是為了要去日本的時候有一個祥島 所以才 沒有那時候想說 馬Q去日本會不會大紅大紫 妳想說 結果去日本可以被她走 就還不錯啦 不過我好像有看到一張 她跟小事者的照片 有 對 所以兩個人在船上啊 對對對 哇 所以妳怎麼跟她同好 那是去向威夷的時候 這一張 這不是很厲害嗎 對 我知道學姨力脖子已經轉不過了 我動不了啊 我現在就只能停在這兒 妳回來吧 對妳很好嗎 叫妳去夏威夷玩 對啊 全程免費招待 然後住那種很棒的 飯店 然後對妳都沒有要求嗎 沒有 她當時跟我講這個故事 就說馬Q有講真的 小事者是不是有對妳 就是性騷擾 她說真的沒有 她有點失望吧 千里小小趕去夏威夷就沒有被騷 沒有啊 那時候我才13歲 對不起 這只有才13歲嗎 13歲啊 天啊 她真的 看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女兒 或者是 那種 老妹妹 就是女兒那種感覺 請問馬Q有什麼時候把她收進來了 大概去年把她納入旗下 去年她怎麼出現了 沒有去年 因為大S去大陸拍戲 然後馬Q有就來幫大S代班 跟我一起主持娛樂百分百 然後從那個時候才沒有慢慢變熟 跟她代班的時候 是不是她都很安靜啊 不會耶 她會在旁邊一直發出那種 欸 是喔 真的 喔 好厲害耶 我現在抓她出來訪問我好不好 好 妳跟她對 出來 你怎麼問 馬Q你要突破你那個訪問人的心房 然後每次來賓都是我在訪問他都不講話 好 看長哥 你好 嗨 希莉你好 這次推出的那個新書 有聊到很多 你跟你以前的男人的故事 我們可以聊 LVA流浪記 不好意思 我們先咖 我們先咖 怎麼 第一題就把來賓惹 超錯 LVA流浪記 當時在流浪的時候 有沒有豔遇 所以這時候她會在旁邊搭話嗎 她就會說 真的有沒有 沒有就是笑 這是笑嗎 對 那我臉一直插到這邊 你不會難過嗎 不會啊 妳不會拍我肩膀嗎 不會 就覺得還好還好 都不會看我 不要看我 對 所以來賓真的都一直對著妳嗎 一直對著我啊 然後有的時候馬Q會發出那種 欸 然後來賓還會這樣 你知道因為忘記頭面有人 那聲音嚇到 馬Q你試著問一題 好 康永哥通常幾點都會睡覺 我真的沒辦法訪問啊 我問妳 她在你們節目到底在幹嘛 就是 配合就是發出一些感覺 好像讓節目很熱鬧的聲音 是 但是她現在漸漸進步很多 馬Q現在可以聊一些自己的故事 可是她訪問她是怕 這三個影片 愛情史最豐富的是誰 吳佩慈只交過兩個男朋友 吳佩慈只交過兩個 吳佩慈只交過兩個 對啊 她只是外型好像很怎麼樣 但其實她那些 妳只交過兩個 然後每一個維持多久 其實都還滿久的 然後沒有男朋友的時間也很長 然後不劈腿嗎 我跟你講 吳佩慈她真的外型非常吃虧 因為你看她外型 就會覺得這個女的 一定是把男人 腰腹對不對 對 玩到在鼓掌之間 然後加上她又是一個 嘴巴很直接的人 都會說 學弟 我沒有男人什麼好寂寞 可是我跟你講她在感情上面 非常保守 真的啊 所以就被黑鍋了 被美貌給那個害到了 那為什麼這個女生 一天到晚在傳緋文啊 其實馬卡爾也是感情很單純 所以妳比較豐富啊 我算是正 其實我們幾個姐妹感情生活 都算是滿無聊的 但是嘴巴很厲害 但是行為不怎麼樣 對 那如果有人交了男友就會消失 從你們姐妹群中消失不見嗎 阿雅 對 為什麼每次有壞事情就是講阿雅 因為真的啊 因為阿雅就是這樣子啊 其他人呢都不會嗎 不會見色忘游嗎 吳佩慈也蠻見色忘游的 其實大S是排行第二啦 阿雅第一 大S第二 OK 妳在談戀愛之前 妳最近表現也不是很好啊 對啦 什麼 因為最近我馬上在看達文西密碼 花不了那麼多時間吧 妳覺得女生見色忘游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覺得見色忘游是應該的 因為朋友是永遠的啊 可是男朋友 因為男人就是需要女生來安撫他們 男生腦比較小 我現在知道了 Marker的旁邊都有 跟 妳有聽到 妳有聽到 妳是在查 對啊 我就是看看妳在幹嘛而已啊 對 妳們那個駭人聽聞的吻腳趾事件 是怎麼回事情 當時是在節目中 我們兩關排球 沒有 我們兩在比那個跳舞 跳舞嗎 是妳喔 主角就是妳啊 排球 是玩排球 然後如果那個球掉的話 就會要舔指頭 就要舔對 含對方的腳趾 對 妳真的欺負日本友人耶 妳怎麼 結果當時是妳含我嗎 妳含我 我含她 妳含我 誤會妳喔 對不起 對 反正贏 因為我輸了嘛 好 所以妳當時坐在椅子上嗎 坐在對呀 椅子上 然後就脫鞋子啊 好 吳佩馳的嘴巴太惡毒了 惹惱的大S 我說話 我跟妳講吃惡毒的咧 有一次跟大S在街上 然後就走著走 她就說 大S我真的覺得妳好可憐喔 妳媽幫妳生成歐爸對 然後她一回到家就說 妳知道今天吳佩馳說我什麼 我說什麼 她說她竟然說我是歐爸對 她就說 吳佩馳真的是小跟金耶 沒見過那麼白目的人 吳佩馳的嘴到底有多惡毒呢 妳聽了就知道啦 她想要陷入一個自己的世界 她就會說 徐弟 這舞台劇後面也太難看了吧 然後因為舞台劇 妳想想看有多安靜 對 然後我就會說 佩馳 佩馳 小心一點 旁邊的人都會聽到 她說 徐弟 看她眼睛好爛喔 然後我就會一直 一直掐自己 但是掐自己的同時 吳佩馳也會過來 就是一直掐妳說 好爛 我要走了 我要出來 我要走了 好爛 康熙來了 可是我們喊腳趾這個動作 被新聞舉法 我知道 我沒有叫妳們再做一次 我只想了解一下 犯罪現場的狀態 然後就這樣 對 然後我就這樣蹲下來 然後就這樣喊進去 狠狠地喊了她大幕 然後喊完再把它放出來 對 而且她喊的時候很誇張喔 她就先從這邊 我跟你講 叫妳喊誰叫妳舔 是不是在喊 因為小妹姐很愛規定 就是更狠更狠的一些遊戲 而且加上我真的很討厭 就是譬如說 我們姊妹在一起玩 然後譬如說 好 輸了要舔腳趾 然後那個姊妹就說 蛤 然後等到她真的輸了 然後就這樣 好爛喔 然後我不要弄人 我真的最討厭 她不會這樣 不會 只不會 她很誇張嗎 對 我是非常有種的一種 所以如果妳輸了 妳也願意又含又舔 對啊 他們都是聞我腳長大的啊 OK 除了在電視上之外 在家裡玩過 含腳趾的遊戲嗎 聞腳趾啦 聞腳趾有 但含腳趾沒有 含腳趾 好像沒有 OK 那聞腳臭聞頭臭到常常有 腳臭 有一次Makeo 聞我的腳臭聞到 那天錄完 我就這樣子把鞋子脫了 然後就聞想說 哇 真臭是一種全新的那種感受 新的味道 對 我就說Makeo你聞你聞 她說不要啦 我說真的 全新的一種嗅覺 你聞聞看 你會覺得很驚喜 然後她就說好吧 然後英文就 真的 Makeo在台灣都沒有家人照顧你嗎 都一直被一個台灣人氣火 因為媽媽媽忙著要照顧流浪狗 沒時間管自己的 真的很臭那一次 真的 我聽說徐西蒂有一個對姐妹幫的要求 這個 條件 我看看第一個 個性直爽沒心機 所以這兩個都是直爽的嗎 直爽沒心機啊 那惡毒可以嗎 惡毒可以 但是 就是不能有心機 他們兩個誰比較惡毒 吳佩慈 吳佩慈 我跟妳說話 吃惡毒的咧 她有一次就是 嘴巴狠一點而已 她最狠的罵過人家是什麼 她最狠的是有一次跟大S在街上 然後就走著走著她就說 大S我真的覺得妳好可憐喔 妳媽幫妳生成歐巴 對 不是 是有一天我們在化妝品店的時候 她就是一直 她是 反正她就對美白的很有興趣 我就說算了 反正是歐巴再擦一點沒有 妳不知道不可以找她黑嗎 她不黑啊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她一直想要更白 她其實已經非常白了 對然後當時大S在現場好像沒有怎麼樣嘛 對不對 然後她一回到家就說 妳知不知道今天吳佩慈說我什麼 我說什麼 她說她竟然說我是歐巴的 然後怎麼樣 她有沒有氣到不再跟吳佩慈講話 她就說 吳佩慈真的是少跟金耶 沒見過那麼白目的人 就頂多是這樣 但是總是要有一些好朋友 大家就是 總是偶爾還是就是 要勸阻她買一些東西 因為她真的太多東西了 那妳有對徐希莉勸阻過什麼 說什麼 腳趾應該 腳趾應該弄一弄啊 腳趾應該弄一弄 因為她跟大S很喜歡保養 然後我是完全不喜歡保養的人 妳腳趾有皮是不是 然後她到我家 我們就會蹲在地上聊天 然後大家都光腳嘛 然後就聊一聊 她就會說 隨便妳腳皮也太厚了吧 什麼是腳皮啊 就是 腳底 腳底會有皮啊 然後他們就會幫我磨 然後他們就會 所以我現在有把妳高音鞋脫掉 就是黃黃的腳底啊 沒有 因為最近 馬Q跟範小軒都會幫我磨腳 怎麼磨 就把雙腳泡進那個溫水裡面 然後泡完之後 他們就拿那個板子這樣幫我搓 然後一邊搓一邊聊天 然後大喜就會坐在旁邊這樣聊聊 然後她就會說 好像在吃妳的腳皮 因為那腳皮就會像雪花這樣一直噴 對 一直噴 一直噴 腳皮花四射啊 四射 那怎麼清理 走來吃嗎 沒有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把它弄在那個毛巾裡面這樣擦一擦 好 所以妳 妳有規勸過她腳皮要處理一下 那現在好了嗎 最近開始比較注重自己的仪容 妳摸摸看我最近比較好了啦 最近沒那麼厚了 很嫩喔 沒有很嫩 她幫我搓的啊 對 我看 妳摸妳摸看我跟妳摸 真的 欸很嫩喔 很嫩喔 你要不要含 不要害我們被發現啊 讀書人也會含腳趾喔 小朋友不要怕 除了腳皮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不覺得她吃東西嗎 媽媽妳洗我胖子 沒有啊沒有 但是最近是有講一點 妳也沒吃完哪一次吧 兩個人吵起來 她真的有講嗎 有啦 最近她們就會說 許筆妳是不是胖啊 什麼的 這不是犯妳的大雞嗎 真的 那為什麼她可以講 因為她連歐爸都敢講啦 我跟你講她真的少一根筋 吳佩茨 她不怕死 我們常常就是姐妹一起去吃飯 然後那種桌子跟桌子之間都離得非常近 旁邊就是別桌客人 然後吳佩茨真的是少很多條筋 她都會說 就旁邊都是客人 然後已經張大了都在偷聽我們講話 她就覺得 徐玉媛妳知不知道那誰有多賤啊 然後我就會說 佩茨小聲一點 旁邊的人都在偷聽 她就說 徐玉妳怎麼那有多賤 什麼賤 什麼賤 哈哈哈哈 用氣音講到最大聲的程度 然後旁邊的人都假裝在吃飯 但其實耳朵都張那麼大 你知道 在那裡都不能講話 幹嘛的臭味啊 妳自己有覺得有腳的味道 在我面前欸 有嗎 妳腳有沒有洗啊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工作 拿來的時間洗 妳剛剛怎麼有腳汗 對啊 因為我把手汗割了 所以全都移到腳上了 我該不得 好濕喔 你們平常讀書人不會這樣嗎 我沒有跟手啊 苦力苦力你摸我腳底 人家漁夫都摸了 所以你們幾個人 姐妹當中沒有人是有心機的嗎 心機重的 有心機的我們就不會跟他做朋友 OK 好妳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沒心機 酒量要好啊 酒量好還有要敢 願賭服輸 這兩咖都會喝嗎 很會喝 尤其Makiyo 真的嗎 對啊 我很愛喝酒 為什麼啊 因為她是喝了以後 覺得妳不喝也不行 對 因為我喝醉酒會變一個很兇的一個女生 然後口氣全部都變 然後就 玩那個呼巴藍遊戲 然後就很用力的打了 就是藍喝就是藍正龍 然後用力打 然後她說哇 麻煩妳怎麼打那麼橫啊 我說這個算什麼啊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亂罵一通 然後我就一直會跟人家乾杯啊 就喝啊喝啊什麼的 如果不喝的話就會被我打頭 對 我可以講真的在喝茶嗎 她真的啊 醒來真的點心還不錯 她真的在我們節目裡 開始吃上午茶 我真的沒有辦法抗拒 大概就是食物吧 對 所以你們從來不從事沉悶的活動嗎 比方說去聽一個演講 大家都昏昏欲睡那種 演講我不可能會去聽她的 演講是舞台劇啊 舞台劇可以去看 歌台劇對 舞台劇可以 然後悶的話會一起閃 吳佩茨很誇張 如果看舞台劇悶的話 她就會以為大家都沒有聽見 因為你知道她常常陷入一個自己的世界 她就會說 然後因為舞台劇 因為你像她有多安靜 對 然後我就會說 佩茨 佩茨 說笑一點 旁邊的人真的聽到 她說 然後我就會一直掐自己 但是掐自己的同時 舞佩茨也會過來就是一直掐妳說 好可怕 我就是真的沒有辦法忍耐那種人 但我的忍耐度就真的只有一點點 對 你們三個人誰會先喝掛 應該是我吧 對 小威姐姐嗎 真的嗎 小威姐很厲害的地方 她會先醉 然後就 Makia 我醉了 然後就 然後我開始 然後她就會講說 Makia妳也趕快醉啦 趕上我的進度什麼的 對 然後我就是好 然後就猛喝 然後猛喝之後 小威姐就醒了耶 然後她就去吐啊什麼的 然後就醒了 然後我就開始狂醉 然後我就 小威姐妳怎麼醒 她說我醒了 很正常 三夜一兩點就醒了 好笑 沒醉啦 然後這個時候差不多睡了吧 對 妳叫她趕上妳的進度 她就真的趕啊 因為妳大家出來晚 妳不能有一個人在旁邊很清醒啊 所以一定要大家就是開心在一起這樣子啊 那小S姐姐喝醉以後有亂摸妳嗎 會親我 會摸我 對 水對嘴嗎 她有 對 十二吻 十二吻沒有 所以只要S喝醉了 一定要跟她親嘴對不對 我只有一個人不親 就是大S 妳還滿清醒的吧 因為我每次說 姐 她就說走開 不要跟我來這一套 不然妳也可以親的 我想要試著親她 但是她都會把我推開 說走開什麼 但是我姐也會跟他們親 會 對 真的嗎 就她們兩個不親 但是其他都親 妳媽呢 我媽就會偶爾把門打開說 嗨 玩得開不開心啊 然後就 媽咪好久不見 然後就默默把門關起來 我會說妳不會去叫妳媽親 就偶爾會 就是跑出去說 媽 我好愛妳 之類的 她就說又喝醉了 好 所以妳們都很習慣彼此喝醉 對 不會不安對不對 不會 很好玩 妳不會說是很不耐煩 身情不好的時候 不想跟姐妹套見面嗎 我偶爾會躲避她們 然後妳躲她們的方法是什麼 就不接電話 也沒有 她就約我 然後我就會 就說不行 今天那個沒有人在家看我爺爺啊 就是我奶奶沒人照顧啊 我要 對 OK 其實就是不想出去玩就是 原來那時候是妳不想出來玩的 沒有 妳是直說嗎 沒有 妳也知道我 就是沒有什麼優點 就是除了孝順之外 對 她非常孝順啊 她到現在還是那種 譬如說媽媽 每兩個小時就會打電話說 無配情緣人在哪裡 然後家十點回家 就會乖乖十點回家 有門禁 然後回家就是會把狗都講 妳有門禁啊 小孩子對待朋友 竟是如此 冷酷無情 我常常住她家 然後早上起來 她就會很酷的把拉鍊全部拉起來 窗簾拉 然後就會做自己的事情很忙 然後好像感覺沒辦法就是跟她講話 然後看報紙的時候 因為我也會跟她看 然後就會 欸小姐妳看這個這個怎麼了怎麼了 欸那是怎麼了 她就會說 嗯 對了 對了 那是那種 會很敷衍的回答 你擺什麼派頭啊 妳是 後來去吃飯就會跟我的很嚴重的跟我講說 馬丘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然後我說怎麼了 她就說 以後我看報紙的時候 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講話 屁臉 怎麼會這樣講 真的 哇妳真的好像白姐公主的間接喔 然後我就說欸原來 這麼 康熙來了 沒有門禁啊 我想要跟他們到就是我們去玩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就立刻灌兩杯 好我就自己乖乖上去 然後就坐計程車回家 對 就姐妹才 姐妹才剛集合完整 她就說我幾點要回家 而且就輸我走就走 絕對不會就是 真的耶 在裡面好像賴著不走 為什麼這麼古典 為什麼不 在外面玩玩一點 我覺得實在就是 你要 反抗媽媽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有試過嗎 最近有 我最近還比較叛逆一點 真的啊 她會鼓勵我 潘 對 妳做什麼 不是因為我怕她媽會覺得我們是壞朋友 當然是啊 妳鼓勵她什麼 沒有就是 至少吳媽媽可以把門禁改到十一點 十一點真的太早 就譬如說大家才剛屁股坐熱 她就會說我要回家了 十一點很早 對啊然後我們就說 吳佩芹妳現在就要走 妳幾歲啦 再多留一下吧 就頂多是這方面的鼓勵 十二我覺得可以啦 十二點好了 她最近有時候比較派你一點 會待到一點 然後回去就會被罵嗎 要看我如果回家 一進門就是擺個大臭臉給我媽看 就想說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她就會不惹我 但是我一回就是家裡 就有那種愧疚的感覺 我媽就會說 妳看現在幾點了 妳看我要等妳到現在都不能睡之類的 所以取決在一進門的態度 對 所以氣勢要拿出來對不對 對 所以妳下次就一回家 就立刻把包包摔在地上說 老娘回來了 然後一直瞪空姐 然後媽媽就會說 佩茨趕快睡了也累了 我自從前兩個禮拜開始 我就會一直用 拜託我已經二十六歲 可不可以不要再那樣 對 所以妳講出這個 拜託我已經二十六歲 妳心裡其實很害怕嗎 很害怕 非常害怕 怕什麼 妳媽會罰妳嗎 不會 但是 因為我可能就是不想她心情不好 所以妳如果說 我已經二十六歲 然後妳媽就哭了的話 妳以後就再也不敢定妝她了 她倒是不會哭 但是她就是 裝作沒聽到 然後下次又一直奪命連環扣 我沒有辦法不接我媽的電話 因為我媽會一直打 就不接啊 關機啊 我沒那個種 她沒有那種 我沒有那個種 我不敢 貝斯竟然是這種咖 她是這種咖 我跟妳聊天聊天 妳會覺得怎麼可能啊 好鬧喔 披著狼皮的羊 就是啊 不要在外面不是很囂張嗎 對啊 沒有我真的非常鬧 我這貝斯好像沒做我什麼瘋狂的事 對 所以妳爭取成功了嗎 門禁現在延到十一點了沒 其實也還沒 我正在努力當中 真的 這酒量好 寵物要多啊 有嗎 有 Makio加六隻狗 六隻狗 三隻貓 然後差不多四隻老鼠 然後還有 一隻狗子 貓為什麼沒有抓那些老鼠 沒有 老鼠有老鼠的房間 然後佩斯加是 現在有五隻狗 真的很多耶 我們加三隻狗 兩隻兔子 然後 菲小軒加三隻狗 這樣比起Makio來都不算太多啊 對啊 因為Makio他們全家都 常常撿流浪狗回家 還有流浪汗 我媽媽給你流浪汗口茶 我撿回來的 因為她很餓 還罵狗大便 Makio家有一些也是阿姨大的 你媽大的 對 常常肚子會痛啊 親狗大便 親到整個不在乎 想說老家一大頭 順便包起來 她很嬌壞 你在抓見什麼 你媽會在家裡大便 那種鬼話 她都會接 Makio她媽也很愛開玩笑啊 真的嗎 非常的風趣 所以 吳佩慈的媽比較不開玩笑 我媽算比較害羞那種 對 所以你會今天節目裡面加入他們兩個一起講 對啊 我媽也在家裡大便 然後你回去會被打死 是不是 大概不太適了 就要忘了好不好 其實從來沒有 因為我媽媽 也就是看著他們從高中到現在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 林青霞不能做你的朋友 是不是 其實有沒有比自己漂亮 就是你自己覺得 別人看不準 喔 所以我覺得林青霞比你漂亮 你不一定覺得 對 但是如果我心裡覺得我比林青霞漂亮 這你還是可以把它納入旗下 就自欺欺人就漂亮 所以青霞要來也是OK的嗎 青霞還來理你 眼神不能飄 這我不懂 你知道有些女生感覺就是 譬如說你跟她聊天 她會這樣子說 欸 你最近好嗎 然後就是 你剛剛會這樣 上下打亮的時候 欸 我最近很喜歡看你節目喔 你說就是 眼睛很 打亮你 對 打亮你 然後或者是你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眼睛會不敢看你的眼神 或是眼睛不確定 這樣不行 我覺得一個人如果眼神不確定的話 就是代表她這個人怪怪的 嗯 那你怎麼知道 你生活中碰到的人眼神都很確定呢 有一些製作人也是 眼睛不會對著你的啊 常常就到別的地方去 除非她是真的突然 所以那種人我們就不會跟她深交啊 喔 吳佩慈你 你人生的朋友 是不是一陣子一陣子會換 其實沒有 從小到大只有他們幾個朋友 蛤 欸 中間 有啦 有過一些啦 可是也都不了了之 也都不了了之 那如果你們看到了朋友的男朋友 跟別的女生出去 當然要講啊 當然要講啊 下一秒鐘就立刻通知她啦 趕快當場Live啊 就算看錯都要講 對啊 你們這樣很奇怪耶 男生如果看到一定會覺得很遲疑 要不要講這種事啊 當然要講啊 一定要講啊 我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著別人傷害她 當然不行啊 對啊 我大概如果真的有人會這樣對她的話 我大概就會拿把火接去把那人家裡燒了 對啊 或是 你知道啊 就是 那怎麼有人暗殺 小黃子現在還好好的 因為那個我實在忍不齊 你知道嗎 對啦 我們算是以義氣為重 對 那 如果 其實對方沒做什麼 只不過是跟一個女生在 比方說喝咖啡而已 這樣也要講 那我們也是要創殺不可放過 對 寧可是講錯也是要講 你們真的很惹禍耶 萬一是沒什麼就是一個同事呢 但是其實我們姐妹如果一旦愛了就會很堅定 就比如說我們即使在旁邊說 男朋友好像在外面怎樣怎樣怎樣 她就會說是嗎 她有這麼賤嗎 可是隔天還不是跟男朋友就是好的要命 所以告狀並不一定有用 對啊 但如果告到真的的話一定要講啊 我想因為可能是我們小圈圈搞比較多 我們都沒有真正的男性朋友 就是可以譬如說跟這個人可以去喝咖啡 然後真的是朋友的那種 所以我們也不相信就是男女之間是這麼單純的 對 你們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對彼此感覺到厭倦過嗎 如果厭倦的話我們就會自動的彼此先躲電話一陣子吧 你也發生過嗎 我實際上最愛躲電話的人啊 真的 真的嗎 真的 你如果要找她的話絕對不能打她電話寫簡訊比較好 對一定要打簡訊 因為她平常看好像電視上看起來話很多 但是其實平常很懶得講話這樣 對 我跟你講我最討厭做的事就是逛街跟你講電話 對 你打來只是要閒聊不講重點的話 我就會不耐煩就是不想跟你講這種電話 所以打來就是直接約幾點在哪裡 那我跟妳 好 Makeo不可以打來跟妳說小孩子姐姐我好無聊喔 我覺得說那等一下到我家 好…待會見 對 很快 很快 乾脆 不能在電話裡閃了 就有那種愛優 弄就想要給她掛掉 那傳簡訊妳都會回嗎 會 對啊 傳簡訊基本上都會回 如果傳的是無聊的簡訊呢 比方說小孩子姐姐我好無聊喔 去看書 或者是去拿幹嘛幹嘛 會給我一個主意 妳會給這種回話啊 我也比較喜歡建設性的一些建議 建… 個頭 叫人家去看書聽起來很冷酷吧 Makeo就是常常抱貌我太冷酷啊 康熙大辭典 誠意性的臭屁球錄大公開 我會跟普手搭配得很快 我的球錄只有三種而已嘛 職球變壞球 不要讓他打倒球 我會打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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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啊 康熙來了 沒有去常常抱貌我太冷酷啊 小孩子姐姐很冷酷喔 蠻冷酷的 因為我常常住她家 然後早上起來 她就會很酷地把拉鍊全部拉起來 然後窗簾拉 然後就會做自己的事情很忙 然後好像感覺沒辦法就是跟他講話 然後就會很默默的自己摺那個棉被 然後放進去 然後他就會去客廳這樣看那個書 看報紙 看報紙 然後看報紙的時候 因為我也會跟他看 然後就會 小燕姐你看這個這個怎麼了怎麼了 那那怎麼了 他就會說 嗯 對啦 對啦 那種會很敷衍的回答 你擺什麼派頭啊 你不想依附客人就不要邀請他住你家 沒有 可是因為剛起床人都會比較你知道 沒人性啊 然後加上我看 為什麼他就那麼有人性 他就要像小狗一樣在旁邊 嘻嘻哈好了 所以就是Makio他好的地方啊 就是他這個人就永遠都是處在一種 嗯 好和平喔 這個世界 你這樣真的很陰森耶 沒有 我只有在限於看報紙那段時間 看完吃飯就好了 對 好了 所以他那邊急急點點 所以你會不會瞄他眼睛 會 一定會啊 他有跟我講過 那還用命嘴這句話啊 沒有啦 就是後來去吃飯 先閃邊去是嗎 後來去吃飯就會跟我的 很嚴重的跟我講說 Makio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怎麼了 他說 以後我看報紙的時候 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講話 沒有啦 講真的 哇 你真的好像白血公斧的姐姐喔 原來 原來 不能講話我就說 那我知道了 可是朋友都是要這樣 如果他真的很煩的話 就還是不要煩他好了 都是這樣 沒有 因為我們真的很熟了 所以大概知道對方的習性了 可是都只有你發他脾氣 他都不能發你脾氣了 因為他本身就沒脾氣啊 對啊 所以Makio 可以跟你們做朋友是因為他太隨和了是不是 Makio 真的很隨和 真的很隨和 你們彼此看到別人的裸體都不會有什麼驚嚇嗎 就會說吳佩馳你胸部怎麼那麼大啊 什麼這些類的 他真的很大嗎 Makio比較大 Makio比較大 對啊 沒有啊 Makio真的很大 真的沒有 Makio 拖給他們大 你們姐妹她其實沒有一起經歷過什麼困難的事對不對 其實蠻多的啊 有啦 有啦 對啊 但是對外人我一律那種內心話我不講的 可以啊 我今天已經知道的夠多了 只要是貝子媽媽的事情我就覺得 那個會很內心嗎 欸 聽起來蠻毛骨悚然的 你說大便時啊 十點鐘 他媽媽當然沒有 在客廳大便啊 就是什麼好懷疑的 誰媽媽會在 誰家都不是在房間會大 你真的很煩 我是說十點的門禁 我覺得二十六歲的人來講真的很嚇人 這點是蠻令的事 然後他還不敢反抗 真的好 好乖喔 對 Makeo媽媽就比較倒楣 怎麼樣 常常要那個 坐大老遠的計程車來我們家接Makeo 為什麼他自己回去就好了啊 因為他 譬如說三更半夜凌晨兩三點 然後我們就會 他要回家的話 他就會打電話給他媽說要不要來接他 然後我們就會想說 欸 那麼晚又要坐那麼遠的車 會不會很辛苦 但Makeo只要跟他媽講說 媽 可是我有預感我會被強暴 他媽就一定會來 Makeo妳會跟妳媽講壞話 會啊 我應該是我媽先講這些話的 說Makeo 我跟妳講外面真的很亂很可怕 妳不要出去那麼晚啊什麼的 妳一定會被搶爆會這樣拉近 然後我就覺得欸 真的還蠻可怕的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理由來跟我媽講 媽 我好像有預感會被搶爆 然後我媽就說那我現在過去接 也就是完全剛雨被操控 你知道翻出這個理由 神經 一個禮拜有幾個晚上他們就在妳的房間了 最少都有兩個 哇 好多喔 天啊 對 然後就每次聚集在妳房間 就要聊到晚上兩三點 對 差不多 然後聊完就會有一種滿病的幹嘛 然後覺得說哇 有朋友真好 對 對 我們常常最後的Ending 就是有姐妹真好 對 好吧 其實我還覺得蠻累的 可是妳們高興就好了 謝謝妳的兩位朋友今天來 謝謝 你們餅乾吃得不錯 謝謝